从你丑陋的外表上竟然还有着流畅的英语翻译 谢谢 然后后来老师开玩笑了 老师很幽默 老师后来就跟我介绍了很多英语兼职的这个活 去当导游啊 当翻译啊 哎呀那些年我在学校门口 因为当时还没有打车软件的 当时大家都在学校宿舍里 每天就打游戏 打篮球 学校前后门吃沙滩 喝啤酒 吹牛聊天的时候 憧憬未来的时候 我呢 半夜熟练地在学校门口跟黑车司机砍价 飞奔去机场的路上 接到外宾 送到酒店 然后再一个人回学校 那一年我把兵马俑去了17次 所以后来可能见得多了 越长得像兵马俑 其实我小时候是挂子脸 你不信 我也不信 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 有的时候人生不会如你的愿 你得调整心态 不要总想着把人生重来一遍 你想把今天重来一遍 意味着你会浪费一个明天 永远是这样子 然后过了一段线 我就开始发现了一个宝藏的地方 就是大学的图书馆 孩子 有可能 以后你高考可能发挥的没有你那么如愿 有可能你理想大学会拒绝你 有可能你理想大学的图书馆会拒绝你 但请注意 书籍不会拒绝你 能理解吗 音乐学院会拒绝你 但音乐不会 你要理解他们间的区别 你想看书哪儿都能找来书的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自古以来最聪明的 最深刻的 情感最丰富的 思想最博大的 精神最坚毅的 精力最丰富的那些人 都已经在自己比例最盛的时候 才华最多的时候 脑海中的想法最丰富的时候 把它落在了尺上 全部写下来 它可以是你身边最好的一个朋友和老师 而且它绝对超过你现在身边99%的人 绝对 请你要相信这一点 我就是进了大学图书馆之后才发现 我一开始也是看小说的 我当时心思比较单纯 一心就想来报复 所以我当时小时候听过一句话 他说什么 为商必看 说明你们都没研究 你们还年轻 单纯 我当时听一句话 人说为商必看胡雪岩 为官必看曾国藩 我直冲图书馆的人物传记那一年 找到的这两块图 风卷残云一般 拿回去了 半学其实没还 反复地再见 因为我没有看完 看完完后看下没有 再看第二遍 我当时心思很单纯 但是看着看到之后我发现 没有一个人是普通的 也没有一个人只能凭运气持续成 有可能运气一定掉到你头上的时候 你会说过一次 但如果你没有智慧 没有精力 没有能力 也没有经验去判断的时候 我们听过这样的故事 叫做手术带兔 听过吧 他还以为那个树桩每天都是撞死兔子 他其实应该做的是学会打猎 所以当时我看到很多的树 先是人物传记 后来呢就看到了一些 因为我当时不能理解 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呀 所以我觉得我得理解那个时候的人 后来学了历史 大家就告诉你 不要独立的去看一个人 你要把个体放在历史的背景去看 所以我开始看历史书 看完历史书之后呢 我就发现 好像历史上始终是一个循环的 一个悲剧的循环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学过历史吗 你学了很多历史 你发现 封建的王朝 就是封建王朝 因为它体制里面 封建王朝没有办法解决一些 就是比较 恒定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当时土地的生产力的原因 这两个是主要原因 因为它科技没有大的飞升 所以导致封建王朝 永远再重复两个倍 第一个 就是文官不断的内斗 内斗 内斗 然后第二个就是武将不断的造反 造反 大家看过吧 然后呢 就导致了很多人流血牺牲的问题 我当时就不能理解 我说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永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然后你就发现 你不能看直上历史的 于是就有人告诉你们 观点就是地理决定历史 叫地理历史论 你们可能也会听到这种说法 他就会发现 比如说400毫米灯降者线 就是农耕和游牧的边界 我们现在差不多就处理400毫米灯降者线的 对吧 因为河北一北 是不是就已经是游牧了 对吧 河北的南部其实还是农耕 你看到这儿 你瞬间你会理解所有人 你会理解说 为什么以前他们要南下 都要抢东西 因为草原上冬天零下三四十度 它都要冻死了 一场大雪 可能装甲和牲口都没了 冬天不可能有装甲 牲口没了 但是你也生存了 所以你看到之后 你不可能对任何一个人 再怀有那么大的敌意和偏见 因为你理解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 然后你也后来理解 为什么中原王朝 它始终会 就会发生那种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呢 比如说历史的气候 是有变化的周期的 大家见过这个问题 比如说每当到了 这个天灾人祸 你说古代 它没有那么大的生产力 它不能修很多的水利工程 所以每当遇到汗的时候 它就容易有天灾人祸 那吃饱饭 人没有办法过腹的时候 吃饱肚子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动乱 所以你后来把 你一开始 其实你想看一个人物传记 你一开始是想成为一个 不一样的人 但你后来就发现 原来他是在当时 这样的世界化境里 才做了这些决定 然后你再想 为什么会历史变成这样 你就了解到了地理 但是你把这些都看完之后 你发现 那也有好的年份里头 人也一直在折腾 为什么 一看一看 你就想了解人性 你可能就会去看哲学 你会去看 到底是什么促使着 它们变成了后来的那个样子 你就会想要从西方哲学开始看 你从古希腊三贤 一直看到了近代 看到尼采 对吧 但尼采之后的 也有一些 但是我对后面的就看得很少 因为我看着看着 我又发现 好像他们永远在痛苦的思索 存在和价值问题 我说没有给我答案 没有人给我答案 或者给的答案 不接地气 它成了一少数人的精神滋留地里头的扣问 然后我就开始看中国哲学 当然不了解的西方人会说中国没有哲学 不是的 只不过是我们的哲学不是像他们那样总结和延续的而已 你如果要真的研究中国字幕以来 所有都市人 你最后离不开三个问题 第一个儒家 对吧 儒家的非常几个经典代表 大德学位都有谁 孔子 孟子 荀子 非常好 还有呢 第一次儒家在历史上占主导地位 松什么时候 判闯 谁啊 董中书呀 非常好 看过吧 诶 董中书是哪人 非常好 哪人 河北的 所以还是河北人把儒家定成一个正统 在那之前是黄老权 黄老权是什么 大天文贵 黄帝内经和道德经 这就是黄老 老子嘛 对吧 所以 你得去看儒家 你得去看那些正主 你得去看 比如说从孔孟的时候 他们强调的名贵 军卿 然后再到荀子 他鼓励学习 鼓励进步 鼓励入世 鼓励要创造价值 然后你再往后 董中书他就开始强调 比如说社会分层 他也强调职责 他也强调身份区别 然后你再往后 比如到了唐朝 也有几个正部 虽然唐的时候 道河 富河会行 但也有几个大语 比如韩语 他们学过吧 韩语学过吧 好 我们学过韩语 比如韩语有几个非常经典的句子 比如 说到了河北 首先韩语 有一句关于河北的说 艳照之地 艳照之地自古多 慷慨悲歌之时 听过这句话没 你是河北的 你不可能没听过 这句话是谁说的 韩语说的 当然韩语还写过那个 诗说和马说 诗说里头写什么 诗说 再两号 诗者 传道说也结果 然后我们还学过马说 说千里马长有 你知道韩语在写那些话 说是多大话 十八 你出道得趁早 韩语参加了一个少年团 不是啊 韩语写的时候 大概三十四次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 你去看这些人 你每次看完他们 你就充满一身刚进主气 夸见没 你内心笃定 怀有使命感 想要冲进这红尘之中 大干一番 然后有所作为 最终流名轻视 最终的对异一些人负责 然后每当后人回想起这个标冰实测的人手 内心怀有无限的尊敬之意 这是你看看儒家的对吧 在顺遂的时代里 你就是大家都可以认出 那如果 比如说 遇见了 比如说天灾人祸的时候 然后潮气不稳的时候 你想那样做 做不到吗 做不到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除了儒家人还需要什么 没有法家 就是中国读书人 他最注意看的就是儒是道 道家 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传统 对吧 道家 道家讲的是什么 当然这是对于政治学来说 他想要道可道非肠道 其实你看帝王研究 就是皇帝内经 他主要是强调修炼 对吧 想要长生不老 但是这些是一方面 除了这些以外 他更重要对他们的影响 是什么 你看你白人就能吃得到 就你想研究道家 对于大家高中接触最多的两个人 第一个是庄子 对吧 他思考问题永远不一样 大家都去看过一篇课文 学过一篇课文 就是庄子的妻子去世去了 别人去家里安慰他 对吧 你应该冒头痛哭 你应该豪淘大哭 去自去世了 结果他那个锅在地上 过去对吧 还是什么 反正总之一打个盆 边敲边唱歌 别说你咋开心成这样呢 他说 我妻子原本就是从天地 万物中间的气而来 他现在又回归天地 我不应该为他感到开心吗 你发现他很豁达 他这个豁达倒不是 无知的一种盲目的乐观 他的豁达 好像你按照现在的科学来讲 那确实人是由分子组成的 在分子的层面 我们是永生的 对吧 组成你身体 百分之七十多都是什么 氢来自于大爆炸 所以组成你身体的分子 其实比 或者这些原子 其实比脚下的地球时间 还要更少 因为大爆炸的现在 已经一百多一年了 地球才四十百一年 对吗 就是有一天 即使几十年后 我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的身体仍然会变成这些分子 可能是风吹过来 晃动的树叶 有可能是奔腾的泉水 有可能是你现在 地上刚刚飞过去的 一个小小的虫子 都有可能的 所以从原子的层面 我们确实是永生的吧 所以你后来读书之后 你会 诶 张子说的很有道理啊 所以在很多时候 当你的现实无法控制的时候 道家会给你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它会把你从苦恶中拯救出来 它让你不至于 就过度地折磨自己和怀疑自己 你知道聪明人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 就是容易折磨自己 特别聪明的人都容易折磨自己 因为他太聪明了 聪明的人一般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个 不太会坚持 但是我不是给你个借口 你明天干啥事都不坚持 你问为什么 东老师我聪明 那你真是大聪明吧 聪明的人一般不太容易坚持 因为他太聪明了 他一眼就看到了 这事情很难 而且未来也不会一番丰盛 所以我撤了 所以你会发现 最后成功的人 聪明的人并不多 我实时就举个例子 从小学 小生初到出生高 到高考 考到前几名的孩子 固然脑子不笨 但是他往往不见得 是反应速度最快的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从小长大 你们老师一定都说过 咱们把那个嘴 那个男生脑子反应速度特别快 就是不好玩学 听过没 有吧 你看孩子边说边看旁边的男同学 这就是内容属于特别聪明 老子肯定速度快的人 因为他非常进化内心 他属于迅速决策性 你想想这几百万年前 他们俩就在草丛里头 看着一个鹿 打不打 打不打 上 上就上去了 他决策时间很短 看到一个老虎 上上上上 所以他决策时间很短 他确实聪明 但是他很难把自己的聪明 发挥到机制 因为他急于做决定 还有一个聪明人的特点 就喜欢痛 喜欢折磨自己 因为他从想不通 为什么我这些事情做不成啊 这些人不帮我 这个事不顺 反正最后整个世界都有问题 他会因此很痛 他会痛苦地写很多的诗词 然后流传在那些上 所以我想告诉你的 就是除了儒家 我们说儒是道 道家的思想 也会在很多时候帮助的 当然还有一个 就是释迦摩尼 什么呀 华 对 从东汉末年 传入中国 白马寺开始 对吧 所以儒是道 就会成为中国 独树人 或者说知识分子 青春世界里的三股力量 他们三股力量 互相形成 互相影响 以至于影响了 后世 就成千年的所有独树人 每一个人都会找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唐朝 大家特别喜欢的 几个知名的是 唯一讲的一个正书 除了刚才所说的韩语 还有谁 肯定是个主家 杜甫 大家都过杜甫的是吧 杜甫的梦想是什么 叫做至君尧顺上 在始风俗纯 然后他去成都 他会写那个 他用口词 他写的什么 出生未竭 对呀 他在想 怎么就没有把事情做成了 他甚至都想在 在那唱的时候 向天再见五百年了 你再给我几年 你再给我几年 我肯定把这个事情做成 这就是儒家 他总想要 实现一些事情 当然他这个实现事情 不是为自己 但是他会被使命 所驱斥 所充斥 谁知道 刚给大家讲的 李白 对吧 你感觉 其实你要仔细研究李白 李成 他又做成什么事情了 没有 他年轻的时候 整天想入皇宫 整天想进进 进皇帝 整天想得到一些做事情的机会 以至于他最后得到机会说 要进皇宫的时候 看着家里的 我们想象的一篇 他有一首诗 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叫做 快进于父亲买臣 于义自家西路琴 后面两句叫做 仰天大笑 哎呀 他现在只背后两句 这首诗写的是 他家里的媳妇拍子 就是我回家 我跟我媳妇说 今天皇帝要见我 媳妇说 哥你行不行行不行 你上个班吧 哥 咱家里都没钱 上个班行不行 你能理解吗 就他已经被讽刺这么多年了 不行不行 看不起我